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要带你来做观察 感谢介绍了这部现场的来宾要请到 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 大家好 要请到前常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茂洋杨蒙 阿官好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周年晃 阿官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康仁俊 大家好 要请到淡大外交国关学系荣誉教授陈一新 陈教授 以及社会观察家建美昂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而且我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到底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据说今年投票超踊跃 已经有记忆选民已经投了 这真的是史无前例 不过任俊现在已经有些小镇开了票 对 而且因为美国 他的整个选举制度跟台湾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今年 大家这么高度关注美国 才发现到说 投票怎么说什么11月3号 当时已经有人开始通讯投票 有人就投了这样 我跟他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人家三家拔 7-11都可以投票 而且最重要是 你现在才在讲投票 我跟他已经有人开票了 然后他们投票当天可以公布民调 投票当天也可以继续做选举造势 所以川普还在马不停蹄到处爬爬 所以美国制度真的是好棒棒好不好 好 来 但是我跟他讲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先讲美国现在有两个小镇 现在是已经媒体有公开讲 就是说他已经开票了 就投票完成之后开票 但是因为他的小镇的人 大家不要用台湾的镇去换算 为什么你知道 这个小镇里面 有的人只有10个人 他就是一个小镇 真的是小镇 对 所以这两个小镇 总共开出了26张的选票 谁赢呢 目前川普领先 川普拿出10个票你知道吗 那个拜登拿出10票 但问题是 但这个小镇不是章鱼哥吧 不是 所以美国媒体还特别强调 你知道吗 这个每次先开完票的 其实都不代表选举结果 因为美国有自己的章鱼哥 对 他在这个印第安纳州 维克郡 他其实在印第安纳州 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从1956年之后 美国其实有16次的总统大选 这16次的总统大选 维克郡他自己本身的投票行为 展现出来就跟大选的结果是一样 当然美国媒体有去分析 就是说他那边的居民的结构 因为维克郡总共有10万个人左右 他这10万个里面有非西班牙裔的白人 大概占85% 他自己本身大学的学历的比例 其实跟他美国的整体的现况来讲 是比较区区接近 所以他每一次投票完的这个结果 都会跟他是一样 但是我跟你讲 今年选情之紧绷 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民调 这间做的跟这间做的 都不一样 对不对 居然在这个郡里面 因为他还没开票 所以他们居然有去做了这个民调之后 发现到川普跟这个所谓拜登 两个人48比48 平手啊 平手 针对500个在维克郡的这个选民 所以我有看过一些报道说 说不定今年的选举人票也会平手 所以大家很好奇 那如果今年选举人票平手 那这个维克郡是真正的张鱼哥 对 所以你看像上一次的时候 那个两个民调差那么多 结果也是川普赢 可是我跟你讲 你看国外的美顺 台湾的网友才厉害 台湾网友厉害 你看什么维克郡 看台湾的政党就好了你知道吗 台湾的政党才是章鱼党 不是 章鱼哥 你说真的假 不是 我给你看 好 我们来看 网友竟然说台湾有一个指标超准 对 然后他就去分析从1996年之后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总统选举 跟美国总统选举 大家都是四年一次 所以都在同一年的时候举行 结果没有想到只要国民党当选的 他是执政的时候 美国就民主党做总统 如果民进党就共和党 变共和党 你看1999年 所以如果照过去 如果照过去的经验 那应该是川普了 照这个指标 照这个指标 如果看是这样 不过很多人说2016的民调都不准了 所以今年的民调也不见得准 那我们的选举经验 比民调更准的是什么 是赌盘 因为民调是用口水 赌盘是用钱 对吧 是从口袋拿钱出来拚死贏的 所以结果 今年的赌盘 全世界的赌盘都很疯狂 台湾有开吗 有 台湾有开 但是台湾早期有没有 其实美国赌盘这种在台湾 你去问也问不到 为什么 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那因为这次组头有开 其实这次特殊的 少许的组头有开盘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之前的 那个英韩总统 台湾的总统选举的赌盘 的一些余温到现在还残留着 所以那之前可能有一些赌客 我吃到甜的 他可能就会在四处去问 那所以这些特定的一些组头 他才会开一些盘口出来 让一些特定人是让他去赌 但是今年 照理说今年的赌法 有没有 正常来赌 应该是很单纯才对 因为这种赌法就是 就是开个PK盘出来 就是最简单的嘛 但是因为美国的民调 美国的民调好像是 好像是那个 美国的民调是拜登 一路遥遥的领先嘛 那所以大部分的 在美国那边的赌客 就是有在玩这个赌盘的 好像大部分都是下拜登 那可是 那是之前 可是到了投票 但是据说 这个礼拜最后一周 选前最后一周 大部分都押川普 对 选前的最后一周 大家好像都跑去下川普了 那但是在台湾有没有 台湾更诡异的现象是什么 照理说都会 因为组头都会根据着 民调来开盘嘛 那照理说 拜登的民调遥遥领先 那应该是 拜登要来让川普啊 应该是拜登让分 对 可是在台湾 却不是这样 台湾的组头开出来的盘口 有没有 却是川普来让拜登 而且他还有分 不是很怪吗 很诡异 但是通常我们台湾有没有 不要说台湾 全球 全球通常的各个的运动赛事 有没有 都会参考美国的盘口 来做一个比较 那可是照理说台湾有没有 应该也是要跟进才对啊 可是台湾却不是这样 组头却是开 那台湾开的盘是 他有分两个阶段性 在川普揽翼之前有没有 他是有两个盘口 一个就是选举人浪票 选举人浪票他让15票 他让拜登让15票 可是公民的投票的时候 他有一个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来让到了30万票 对 可是到了那时候硬碟事件 所以第一个盘 我先没有搞懂 Gaming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字卡 所以Gaming你的意思是 台湾也有开美国大学的盘 有 那在川普染疫之后 有一个盘是 川普让票 让15张票 是 就是选举人浪票 那总票数30万 这是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让30万票 所以要同时吗 同时 你可以二选一看你要玩哪一种玩法 你看你是要赌上面的还是赌下面的 你要赌公民投票还是要赌选举人投票 都可以 那大部分台湾 70%的人是压川普赢 是 没有错 而且是压川普还要让票15张 是 没错 那太看好川普了吧 你看他这个 但是电影门事件后 对 硬碟事件爆发出来以后 他让票数提高了 他最多让到 选举人让到了25张 公民投票却让了多出好几倍 让到了130万票 对 但是这个票 要吓到的人代表好运 为什么 你如果那时候第二阶段 你吓到拜登是你好运 因为组头只开了两天 对 两天就把盘口修正回来 现在已经修正回来 变成川普让10张的选举人票 所以现在最新的盘口是 是让10张 对 然后公民投票让45万票 那台湾人赌客大部分都下 都下川普居多 对 很诡异 但是如果以比例来讲的话 应该是感情下注 还是有三成的人会去下拜登 对 还是有三成的人会去 跑去下拜登 所以大概是7比3 对 就是37的比例 普遍来讲是7比3 但是在第二门之后 是一面倒都下川普 是的 没错 那现在是7比3 对 据说这一次下美国盘的 水费特别高 因为正常啦 正常是所有的赌博赛事都是这样 这是公订的 抽头基本上都是中0.95 对 也就是说你1000块中950 庄家有没有 他会给你据东西据5分期 但是这一次 据5%嘛对不对 对 据5% 对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 他是据5% 对 因为之前 因为总统选举完很多组头 有没有 很多条要咖都被抓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赌客书籍尾送 刚好因为那时候都用LINE 传图片就可以下注了 拿这个手机去报警 所以很多组头有没有 都被一赌博赛起诉 所以这一次庄家他觉得说 那这次是因为国际的关系 可能特别辣 所以他觉得说风险性也颇高 再加上玩的人又少 所以他觉得他的手续费 他在当时要求到8% 他才符合他的风险 所以这次学费抽8% 对 抽8% 抽得比较重 而且据说组头还设了防火墙 对 这一次以前在下注有没有 你通常都是你可以透过LINE 或者是传真什么方式都可以 可是这一次都不行 你这一次如果说你用LINE 传图片给他 他可能会给你已毒不回 甚至你用LINE打电话 你说我要找猫咪 我要罗川普 我要罗五万 他会跟你说你打错电话了 因为这一次他们说 只能透过微信还有电话 因为他们也怕被监控 然后你如果用打字的 会被截图 所以这一次他们还会设断点 比如说你之前 你有找特定的一些组头 在下注有没有 你打给他他会跟你说 我给你另外一支电话 你靠我猫咪咪 你靠我什么样 他们这一次有设下断点 就是说今天你去找那个人 下注完以后 他了不起 这个就是我找好的人头 抓也是抓他 也不会烧到我们庄家这边来 所以这一次的下注 他们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隐秘就对了 断点 做了好几个断点 据说有在2020 小英总统大选赢的 这一次赚到打钱的人 这一次也下了大注 这很有名 在台中有一个建商 他是从海线的大哥那边 在小英的时候 他那时候下小英 下一千万 对 所以他 他赢了九百多万 他有尝到甜头 所以这一次他就四处在那边问 问说这次美国总统有开吗 人家还没有跟他报盘口 还没有跟他报 他就说我要落川普 没关系 你多多都没关系 别想过两斤就好了 人家还没有跟他报盘口 他就说他要下川普 搞得一个海线大哥 因为海线大哥 亏了很多的钱 所以他也没有收他这一千万 但是我在前天我知道说 后来有开给他一个 很夸张的盘口 这个建商老板也下了 他让多少呢 他下选举的让票 川普让三十张票 他也下川普 川普要三十张票 他也敢下 但是这个海线大哥知道说 基本上 能赢就偷笑 不可能赢那么多 所以他觉得 这个海线大哥觉得说 这次应该是偷偷的 应该是没有 应该可以把它夸掉 所以这一次 这算可能会输钱 但不一定 三十张才 对啦 这种要开出来 才会知道 但是据说 因为这一次可能 开票时间会拖很长 万一拖到一个月 要怎么算 甚至还会更长 有的人还说 搞不好会拖到年底 但是庄家没有那么笨 基本上游戏方式一开始 跟你报完水位 报完盘口 都报完了以后 好 接下来就跟你报游戏规则 他会跟你报说 11月3号是投票的日子 对 那下注的人一定会问说 那到底是要开到什么 最后再尊散 因为有可能打到 对 如果久一点搞不好 拖到年底 但是庄家会先事先告诉你说 11月10号晚上8点 开票 开出来 送你开到多少 就准解送你去尊散 所以D-Day是 11月10号晚上8点的开票结果